我們先打這把圍衝 兄弟們姓圍我跟我衝 士兵排排站不停向前射擊 選邊站技能升級打怪 这款手机游戏被实况主赖红铃踢爆 网红们业配广告造假 都是照稿念 有人说他是YT界唯一清流 我清 前阵子还拍什么打假游戏广告 现在是什么环境 业配随便拍一拍 随便出来就可以行片了 广告不实 拍业配都不用负责任 赖红铃点名百万YouTuber 指控他根本没玩过游戏 而且不止他一位 别紧张 别紧张 我这种可能游戏圈多年 没有什么是难得到我的 你这我会把他打死啊 你很逊耶 我换你 我换我换我换 明明是不同YouTuber 但广告的游戏片段 全部都是同一支影片 只是换了配音 真的有这些小游戏 结果这小游戏被我发现出来以后 你 你做这种游戏 糊弄观众 做这游戏糊弄观众就算了 你们这些 也不大不小的YouTuber了 这种事情 这种业配 接得下去 还推荐 记者实际下载游戏 确实内容大部分 和手游广告并不相符 必须要升到等级8 点开右侧的小游戏中心 才有网红业片影片中的射击游戏 步骤繁琐又会有多少民众发现 世界延伤后百万YouTuber尊火速发出声明道歉 内容提到这是我自己的疏忽 我向大家郑重道歉 广告也已经请厂商撤掉了 靠着高人气吸引粉丝下载游戏 如果产生高度落差 掉粉的恐怕也是网红自己 3D新闻李文盛王佩花 台北采访报